審議案 審議案是政治大學化南新村聚落建築群公告事項審議案 提請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九條及聚落建築群登陸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 辦理情形 本案位於臺北市文山區政大段4小段515262及1191號 全案單位為國立政治大學及本府公務局公園路登工程管理處 本局是在104年10月6日監獲文山區萬新里加進建里長提送的據古蹟獲利史建築提報表 本局在104年10月21日邀請委員辦理會堪 會堪結論語語列策追蹤 後續本局又在106年2月18日監獲民眾提送的聚落提報表 那本局是在106年4月12日邀請李千郎委員及千二委員 張婚政委員等辦理專案小組會堪 委員初步認定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後續為使委員會的討論更為聚焦 本局在邀請文資委員於106年6月1日至該區辦理會堪 委員初步認定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那今提送107年就是今年1月23日本市文化資產審議會的第102次會議決議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同意登陸政治大學畫南新春圍聚落建築群 二有關聚落建築群區域劃定範圍請文化局邀請相關單位研議後 在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成上本局在107年2月14日辦理 暫定古蹟政治大學畫南新春畫定範圍的諮詢會議 那結論會 就是委員可以參照首邊資料的附件9 第40到49頁 裡面有就是在諮詢會議上所討論的方案 及文資委員提供的意見 後續本局依據聚落建築群登陸廢職審查及輔助辦法第三條的規定 在107年3月12日召開了政治大學畫南新春登陸聚落建築群的公聽會 那收集道德相關意見請委員參看附件史第50到76頁的部分 那有關本案的畫定範圍圖請委員參看附件史 附件史一第47頁及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附件史二第78頁 地極地形圖本案涉及4筆地號 那主要的建築群位在119D號及51D號 那62D號的部分是道路 那52D號的部分是一個公園 那本案全部的地極地形圖 如紅色部分匡列等 接下來是現況照片的部分 這是建物的外觀 以及建物的內部 道路及巷弄部分 這是剛剛有提到的52D號的公園 那以及在107年3月12日辦理的公聽會的現況照片 接下來是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的部分 那委員可以看到這張圖上是範圍的部分 那這一個案子涉及4筆地號 主要的建築群是座落在51級119D號 那62D號的部分是道路 那52D號的部分是綠地 總類近代建築群 創建年期是約在民國53年左右 管理單位有國立政治大學 及本府公務局公園路登工程管理處 那土地使用分區有三種 分為第三種住宅區 綠地還有道路用地 價值分析 依據106年4月12日專案小組會參的結論 本案建物出席委員初步認定 具歷史建築及鋸肉建築群價值 那未來管理維護的部分 依現行的文資法規定文化資產應由所有權人管理人 使用人管理維護 登陸範圍的影響提供部分 因為本案涉及全管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興建法學院的規劃 保留範圍將影響政治大學後續的規劃 那請國立政治大學提出後續的規劃構想方案 你辦 本案你請同意政治大學畫南新村登陸聚落建築群公告事項 名稱政治大學畫南新村種類近代宿舍區 聚落建築群區域範圍劃定及面積的部分 文山區政大段四小段五十一地號 該比土地面積六千零二十二平方公尺 一一九地號 該比土地面積四千三百四十五平方公尺 五十二地號 土地面積兩百六十二平方公尺 六十二部分地號 整比六十二地號的土地面積是一千三百八十六平方公尺 總共四平土地 但實體保存面積會需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在登陸理由及法令依據的部分 畫南新村是國立政治大學1960年代陸續興建的教級園宿舍 許多知名的政大教授層居住名詞 人文蕙翠為政大在台副校的重要見證 保留了千台初期政大副校的教育文化記憶 那建築群分為家以兩區 住宅為二層樓加強專造的雙拼建築 建物內部空間精簡 反映了1960年代的經建條件 在建築設計特色方面 包含了架高樓板以避免淹水 那具抗震功能之樓梯間牆面與層實質交叉的分間牆 那具有低矮建築優良結構系統的特徵 具特色的紅磚器組織 如圍牆平面的Z字型轉折等 以當時可以利用的材料 工法 建築設計及施工品值接具水準 第三點 建物城南北向對日照氣候有合理的反應 建築高度與項道寬度比例適當 區內的巷弄 圍牆圍縮的交互關係 及夾與區間留色的小公園 形成極附特色的淋漓景況 空間規劃良好且接向紋理保存完整 法令依據符合聚落建築群登陸費值審查及補助辦法 第二條 第一項 第一 第二 第三款登陸基準 以下是聚落建築群政治大學畫南新村畫定範圍 如紅色線匡列部分 本案提請委員會審議 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議員會審議有適當多 職業置事務廣告 請請登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我们也在我们的政大里面 包括在我们的网页 有一些包括我们现在的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包括校舍 还有在我们的这个网页 还有下面 各位可以看到 那这我们是我们政大开始发展的 这个我们整个校园地区的中心区 那以及我们后面还有一些 关于我们的校园里的大师 我们都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校食馆还有在我们的网页上 都有许多关于在文化性资产的 一些记忆都有存在下面 那在我们政大也跟附近的 周遭里面都有相当好的关系 所以包括我们附近 我们正在准备要牵引 我们学校的学生宿舍 为了要配合台湾市政府的 捷运工程站的新建 所以我们包括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们附近周遭非常多的地方 民邻社区在使用的 包括运败图站 还有很多像我刚刚提到的 捷运工程站 都是使用我们政大的校园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 我们政大大概在现在进行当中 的做准备 接下来关于幻環心中 幻環道的提供 我以下跟各位报告 会依循大概这个地方 历史脉络等等 那跟各位做的说明 那首先就历史脉络来讲 当然我们是依据文字法 第三条还有相关的 这个虚弱的建筑分路的 这个办法来检讨 那在这个历史脉络来讲 我们政大其实看到的 这个历史脉络 不少是华南世界的 迷若五十几年间 而是从他更早开始 所以我们这边也有 之前的杭教徒 之前在我们五十一年世界 华南之先 这里已经是农田 是属于私人的作用 那所以后来呢 再过五十一年间 依照实践院合力的 入市这个征收计划 那为了要让政大新鲜校舍 所以这里这个附近周遭 在华南周遭 那已经经过 这个合法的征收程序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检方的建议上面 可以看到当年的征收计划 还有呢当初的规划里面 那目前我们在要讲到 保留的这个甲区一区 当初就是规划在 甲学馆跟西林食院室 其实还包括现在 我们等一下我知道附近的居民 在表示反对理解的 这两区其实蛮多区都住在这里面 这里当初也是征收来 要作为正大的校舍新建居肉 可是现在已经变为私有 这是这个地方的历史脉络 那当初为什么会这个变成宿舍 本来是法学馆之用 为什么变成宿舍呢 给各位报告 在当年 那因为这个台风豪雨等等 整个政大都淹没 所以在后来行这一轮决定 为了要暂时使这些师生 能够有可以安置之所 所以就暂时把这个原来的教职宿舍 在先到此然后改称为叫华南新村 那在这个成为这个教学馆宿舍之后 这一块地其实他原来 征收固定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 那这里也是为什么在多年之后 在这个教职员宿舍 已经在主治市的这个 主治市的这个分配的时间 已经是年线已久之后 我们希望把它回复成原来 征收固定反对越南的使用 好 那在座位报告这里的建筑式样 那在这里主要是有分成好几个不同的大小 它其实是连带式 是变给它非常近的那些年线 只是它其实是因为预算的不同 那当然它的盖情还有限于它的限定 它的这个大小也会有一点不同 好 那目前的这个建筑式样 从远观来看 目前非常多的这个港务 它经过了一些改建 那上面也有在做一些针线 上面我有跟各位做一些 比较这个清晰的调查 曾大舟每一栋 它的目前的状况都已经做过调查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每个银片上面有编号 但是它能排号码 那他们其实这个是以甲区这一段而编号 那这边他们其实差不多每一户它在后面 还有它的防御都有做非常多的针件 那而且在很多都是已经有些 因为这里其实被提报的时候 当邓的委员很欣赏 是这里当初的红砖外奖 结构金石还有这里的这个运动等等 但是实际上在很多的这个现状上面 实际上看起来各位其实可以发现 包括这个整建 但很多的外奖外面都已经在主上旨 都做了很多一些不本地的这些人的分动 但也随着这个固定的运带 各位也会看到 那有些都已经是相当的悲响 那这里的建筑式样 因为先前在举报的时候 也提到建筑式样的特殊之处 所以我们也走访了当初设计这些建物的苏建筑师 苏建筑师今年已经到了1993 他那时候也提到他就上转跟我讲说 这里如果还是运势建筑的话 那我还在 然后他那时候也提到说 当初这些建筑他非常了解 那时候是正大型机安置之用 所以当时很快带了宿舍 那而且呢那个时候他也提到的是说 因为是非常客难的减漏的低造价的 所以他用非常简单的方式 够加强专装的结构而已 所以那时候曾经有一些 还进入到宿舟程序 因为呢有些部分墙业裂胎 然后呢那时候是这个施工 地基没有扎漁的汉石工程序 他所以他提到说 这些建筑物本身 其实没有特殊价值 结构上他自己也说 没有讲特殊之处 但而且他说当时因为在当年是银银 虽然有这个提报的 这个民众有提到说 是宝青岛的这个租界建筑 他也特别曾经说 其实根本没有跟青岛跟德国之民 任何的相关 那当初包括是这个自治行为强 因为他必须想给勿往钢基 所以都是这些曾经为了讨量 所以他其实说 那时候都是以本局的土地为讨量 因为局的理智 他们就做了一小区 可能三副四副这样子来说 所以这个是那时候我们宝台 他自己很谦虚的有讲到 就是说这里其实结构 还有他设计并没有特殊之处 是有价值的 那就是以这个建筑文理来讲 其实在我们聚落的登陆 其实他的主要的文艺 这个是值得去观察的 那在目前来讲 我们看到现在文区里面 在那里是整个画南的权虚 其中包括我们最近的 这个停车场 目前就几乎是 包括画南以及附近的区域 大家共同的停车场 但有一些向道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向道其实是 有被占用 放了瓦斯桶 然后有一些 这些文件搭出来的 其实他的街道文理 我们其实承认说 在某些部分的某些区域 尤其我们认为中间的清华地带 或许还有保留 但是附近有些街道向道里面 其实就会看到 其实是有这些 这样子的一个文规 战略的状况存在 那所以目前来讲 这一块这个教职员宿舍 也跟各位报告 原先这个教职员宿舍 他本来就是一个职舍 也就是说住宿在里面的人 每一五年就必须要搬迁出去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曾经住过 在五岁里面的教职员虽然多 但是五年之内 他们都已经迁居到其他 他们可能例行购置了房屋 或者是他们有一些 就退休了或等等 就离开了这个社区 所以在这里从新建到现在 每一户 几乎都历经了大约十几位的教职员 这些教职员的 这个居住的痕迹也不存在 所以目前来讲 这个随着时代变迁 那这里其实也都有一些变化 这是目前还居住在里面的 施文森大法官的意见 他个人他会认为说 这有一个地方出征收部 寺法学院 所以这也是对立主的承诺 他认为他赞成 划男生遵回规法学院的教育 具体来使用 那另外这里周桂老师 在我看到大师居住里面 又有李老师 李老师他也是表示说 他完全赞成新建法理院管 登学人寺设计的空间更化 还有我们也曾经走访许多演书户 我们也曾经整理非常大一刻的 这个问卷还有公平会的记录等等 送到这里面 那其实我们现在都做过了相当多的调查 那去住户们大部分也有听到说 常常也有不知底的人在盖白揽 然后过一期也影响他们的住户 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灵异性 这个人家也是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感觉不会注重 那这些其实归咎来讲 其实我们回到管理维护能力 那在政大来讲 那其实我们原先在即便是还没有被分布之前 那我们也都同意是说能够做局部的保存跟规划 那因为我们该认为的是说 其实要在我们能力困执范围内 那也希望能够以 我们最高行政法院的最少比例原则 能够维护我们目前这个部分保存 然后部分可以跟我们最推理的部分改建的这个规划 那其他部分请各位委员 请开讨我们的检报资料 跟哪个情绪 其他还有一个政治法院 有 那今天我们主要是针对那个 文资价值的部分 之前已经全部完毕 那今天是跟我们在公告事项 跟保存范围进行讨论 那接着的词报人 以及政治法院的请检要发言 那节省这个所有委员审议的一个进度 那我们先请提报人进一届 詹理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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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聚落也不是提报人的话 历史届不可以聚落 那现在是聚落的部队 下支聚落也不是讨论的部队 那是不是也 那我们会唱名 有登记的人都会唱名 我们先拍照出去 请詹理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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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诶 主席还有课会签计 这个还有我们现场 各位人啊 也是关心日台人 但其实这个案子 因为之前这个因为人资的家庭 中间的报告判断多次了 那我这边简单的回应一下 这个刚刚那个政大这边报告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 因为政大其实在在台副校的期间 这个花台中间因为新建了这个政大教授的这个宿舍 因此呢也可以说是辅足了我们那个政大在台副校这段时间空台的历史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的回想一下啊 我昨天在家里的时候就想说 诶 这部分的历史我们应该要跟我们去谈来说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副校之后 其实这些这个 大师可以安心的来发展我们的学问 大家可以想想看 当时淘汰来台湾的相当的问问 后来终于每年年夜饭的时候 还可以吃个包个角 吃个水饺 所以这个部分的历史其实是 它是一个历史之一的存在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画南这边的谈略 也已经制作了这个画南这边大师的口述历史 这个口述历史是每一个受访者都有数名 它都有具体的名字 它不是说像刚刚正大师的口述 只有一两位的愿意数 然后的其他的受访者信仆都看不到 我想这中间对于历史基于保存的 这样的尊重是一样的 我们这边已经做了完整的口述历史 那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关于这个鼠地主 我们刚刚正大师有提到 因为这部分其实牵涉到 在民国五十年 民国六十年间 针对原来地主所征收的一些征收程序 这个征收的程序 包括征收的墓地跟后来的使用墓地 因此这部分的话 其实就算是要回到原来的地 就算是正大师的 这个现原来的居住的教授 愿意放弃所谓的抵查 我想也跟 回到原来征收墓地这中间 违法可以说是 违法使用征收墓地的这五十年间 好像没有太大关系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部分 如果说真的要追讨法律关系 可能还可以追到 这中间 唯有按照原来的征收墓地的使用 这中间是不是有工法上不当的征收 这个东西是不是还适用到工法上的时效 以来是有问题 所以说 如果说这东西继续讨论下去可能还好 就也就跟我们目前和之保存的务力可能有点不同 那最后一点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要求全区保留 因为呢 如果说今天 历史记忆是一个拼图 少了一块拼图 它的记忆都不是完整 所以如果我们要求一定要全区保留 这不是为了我们地方的历史记忆 更是为了我们地方的设施团境 包装 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请勉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谢谢您 掌握时间 那下一位陈淑美 了解 我们价值审议的部分 已经讨论过 针对今天的意爱 就是保存范围这个部分来做发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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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揭到 ended 可以接受到 功据 Ul m separate 真的是 ических 喂 各位先進我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你們為什麼要主張選去保存 下一張 我們今天想提出一個建築的新市鎮 就是這個泛南新鎮的設計者 是沈竹海建築士事務所 這個建築士事務所 是早期文明重要的大型建築士事務所 它重要的案件 包括事貿中心 會議中心 加西大陸 從來機場等等 那我們有查到就是 以後50到54年之間 他的一個長管建築設計卻是這個蔡國公先生 那蔡國公先生他超高的設計 還包括台大營運的外科獎品等等 那我們要特別提供 華乃新鎮有著名的建築士事務所 以及優秀的建築士超高 當時華乃新鎮的建築士 1965年代的建築的家裡 剛剛那個節目做這邊 講到所有節省經費的考慮是 做出什麼樣什麼樣的 這正是華乃建築的可貴之處 所以那麼結局的經費 他還可以做出這麼好的結構 是這麼好的美感 他絕對是一個結出的案例無一 好 那下一章 那個我們不再也在強調 入修禮或拆除的部分 就沒有華乃新鎮的體重的風光 他是棋盤式的 他在上路系統非常良好 他的空間層次非常豐富 然後來下一章 這一點我特別要提出就是 為什麼你要主張全區保存是因為 他的建築的一個多樣性 他有不同時期的一個建築的經歷 比方說黃色 紅色 下一張 下一張 對 下一張 好 身材的觀點更是 如果拆了這些中古第一高層的結構 全部都會不見了 然後你再下一張 對 我們為了要講這個人文居所的完整性 比方說剛剛題目沒有接到文理人的部分 那你正式就會碰到很多的大師 有緣劇 劉泰希 今天劉泰希教授的後人有來 他等一下又是可以出 那停車場這個會不會不會新鎮跟民宅泰希 對環境的中心太大 我們不再的說明 麻煩下一張 所以你經過51年的徵收文件 這大家一直停出來 經過我們的比對 其實當時的法學院其實是籃球場 不是建築物 然後是下一張結束的 對 好 所以生物多樣是旅程性 不是只有珍貴的職災 這在2010年後 不要只能理生文件會已經說明了 好 謝謝 好 像一位院舉林先生 好 沒有嗎 那我們就進入成型登記發言 如果第一位謝喜快來選人 謝謝13分鐘 各位有緣好 我是連珍州目的長小所繼承人 五個人之一的代表發言 我們希望按照連珍州目的新建 政大法學院的教學使用 在這裡提高3.1重要意見 第一個 文資國化及商業化 二 已經局長在這邊就能力 商業領域比例超過原居民的商業領域 商品領域比例 這是中文統計報告的 這次要領域比例 我請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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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你各位委員官大 到時候如果 如果全部 全區商轉化之後呢 居民的商業比例 將占到百分之十七 政大商用比例 將百分之十七 嚴重影響 要違反比例原則 這個強述點也一樣 化南新增 甲域區 現在共有五八戶獨立直排 皆由四至六階 或七階的大戶 踏上一樓樓面 會活化成為公眾使用建築物的時候 例如不障礙設施 需設置五八戶 包括一支二樓不障礙設施坡道 或者爬身機 或者不障礙設施坡道 強建築法規計 參與我們照片二三號 如果 我們是不相信 化南新增建築群 到這裏能夠享有之外法 可能或很奇怪 不做這些東西 現在是覺得我們重要的時代 能夠文化文化文化 近期的 加一大名 花國西越兵 消防問題 恐怖 再不及正 第三號 對應 民國化的問題 警車問題 沒有大發警車場 沒有警車會 不許將應戰施設計 沒有設計資料 好鬧聲難道 不會影響國化大學 學術工具 最好 第四個 大學教育 在研究上 創造 我們認為現實學的保護 我們設計 向主文化教育 不是國立大學的問題 永續經營 應該回歸 地方校 政府 跟校單位之類的問題 武帝承舟 第二大設計 武帝承舟 社會政策 設計 民國史 第一年爭爭的目的 我要罵 我罵 就是這些 這個目的 目的教程 如果違反延期徵收 目的 我們暫時表明 將一規規規則 申請 社交或廢止徵收 反而不定 好 至於這個考程的全區整理 整理會要可關 這個東西 值得思考 七生第三點 最重要的 七生政大法學院受教學 忽略法學院 校友捐贈法學 捐贈新建法學院基金的能力 七生地徵收正義 葬師國家誠心 讓國立政大校御少存 易如存 還投入保存全區 值得三思 單對法定 保存 建議脫減 法定萬分 指的建築物 比如山景的 前山景的建議方式 清北柔果的幹方式 或者是 後會引向保存建議 兼顧全設 引向文建議 達到地地保存 也可以達到保存 他要支保存入地 提三 請將本案徵收 土地違反 原子徵收 以上新國家誠信 國立政大大學 編曉及發展的歷程 全部列入分支 國化營運重要以外 陳後的時間照 下一位布先生 請他請參與 大家好 我是李熊 我是政大法學院的學生 我是建築師 我也是個 副法院的博士 大公務委員的兄弟 如果答應不到 你請見量 請委員表表 刺激 理想 跟路透幫同色 在這一塊基地上 理想跟現實 其實有很大的差距 我要請教的是 文資平均俱落的標題 到底在哪 失戀遺產在自愛遺產 不一定有標準 在文化遺產也定有標準 它的標準是 可以作為建築或建築區景觀的解出範例 標準五是說 可以作為傳統的人類居住 或使用藝人的解出範例 請問一下 跨年新增 今天在台灣能作為解出範例嗎 人工鄉中興新增 有台灣最早的水晶或姓氏 有下水道設施 有藝人居住 特殊範例嗎 因為說 跨年新增有自己的文化 我在這裡要不客氣地說 沒有 因為正當的諸如此 借用辦法 每五年都換一次 也限定只能借用一次 所以沒有什麼文化的形成 還不是這樣借用世界文化遺產 廣東開業 雖然達福祉建築都閒置 但是代表那個時代的 橋鄉的歷史史學 而且是橫掛號的一個小陣 具有特殊的所謂的 異性能單歷 談到建築物的架質 我們一去訪問過 世紀人書的建築詩子 當初也只是為了解決水患的問題 所以完全是一張解漏的 披造架子 加常鑽造的結構方式建築 所以建築物本身 不明就是無特殊的架質 結構上也沒有什麼 無特殊的意義 在建築事項上 也只是服務通通 也沒有什麼仿青島的 殖民地建築 在建築物的配置上 完全只為了取得土地 哪裡有地就往哪裡蓋 沒有什麼規劃 建築物的現況 殘八十度加上鐵皮的屋地 所以表示它肉質問題很嚴重 那你會發現 洞與洞之間的防火間隔 都被圍張建築蓋滿 表示太危害了消防的法規 說化成形式的保存量 其實是自欺欺人的 所以在建築上 還不知道是特殊價值 還要求 那些至少也真是什麼 那麼多了 排功能 也不容易 感谢观看